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办事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的存储实现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监听了一下 当前手机当中获取短信验证码的一种操作 而我们使用的是Content Observer观察者 本节课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对象呢 也给他提供观察者 OK,那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当中我们所实现的一些案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界面呢,还是比较简单 我们上面有一个ID test 然后我们有一个点击按钮 我做到的一种效果就是 比如我们点击输入 Welcome,他的下方多一个Welcome 比如我们再给他来,多到一个Input 点击,下方也会显示Input 并且会在我们Welcome之前 那我的下方呢,其实是一个ListView滑动列表 呈现的效果呢,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操作呢 其实不介入数据库也可以 那我们把这个应用关闭掉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开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数据呢,还在 这说明什么?我们是把这些数据做了一些持久化的保存 好,那我们就在本案例当中去实现它 并且我们实时的关注当前的一个数据查询 如果我这个数据库当中有很多数据的话 我第一次进来只需要查询一遍 但是我每次进行插入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重新查一遍 因为查一遍很浪费资源 也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观察当前数据库发生变化的那条数据 然后把它拿出来显示在我们当前ListView的最上方即可 那这是我们本节课给大家实现的一个案例 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好,我们呢,在这个APP当中给大家去写一下 因为我们上一个项目当中的案例呢,比较多 之前呢,我已经给大家实现了一个类 叫做Message Observer Activity 大家它所关联的这个页面布局呢 正好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页面布局 并且呢,我给这个BUT按钮做的是一个onclink的一个回调 好,在前方呢,我们对这个IDTestListView呢 都进行了处置化 按钮直接在点击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操作 好,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所要实现的操作就是 点击按钮 向数据库当中插入数据 在前台的ListView列表的nok进行显示 然后每次打开的时候 数据都可以啊 直接查询显示 这个案例呢,我们是直接针对自身数据库做的一个操作 好,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数据库的插入啊 包括我们前台的显示,先给大家来拿一下 之前呢,我们在去操作数据库进行插入 或者说是我们进行查询显示的时候呢 都是写的是一个工具类 那么在本期课当中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在之前的知识点当中 讲过一个东西叫做ContentProvider 我们呢,把它称为内容提供着 其实呢,它还可以操作自身的数据库 完成咱们数据的增删查改 在本案例当中呢,我们就把它来实现一下 OK,既然我们需要使用到数据库操作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来给大家定义一个包 比如我们叫做Com Math学院StoreDB 然后在这个包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定义一个类 比如我们就叫做MyOpenHyper 然后我们让这个类呢,继承自我们CircleLightOpenHyper 这些数据呢,都是在我们之前去操作过的 所以我就不再做追述了 那这里面呢,同样实现我们的两个方法 以及它所对应的构造方法 好,我们把它删除掉 当前的数据库名呢,我们直接给定 咱们就叫做Message.db Factory呢,CastFactory,我们使用空,表示默认 Warshan版本呢,我们给定为1 因为它从1开始 在我们oncreate的方法当中 数据库创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直接跟上些描语句 好,我们就叫做CreateTableMessage 里面一些字段呢,我们先给大家定义一下 -id IntenderPrimaryKit 我们定义成AutoIncrement 然后里面的字段,我们就直接给定一个 咱们叫做Message.watcher100 OK,这就是我们的一个Circle主据 我们直接使用db对象 这样它的ExecuteCircle,把我们的Circle主据扔进去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呢,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写工具类了 在本案例当中呢,我就不再给大家使用工具类来进行操作 而是使用我们当前一个provider来实现 比如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给大家new一个class 我们叫做MSGProvider 好,这个类呢,我们让它启成字 ContentProvider OK,同样它会实现里面的一些抽象方法 我们把它全部实现掉 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query方法 那么本案例当中呢,我们把其他的一些方法呢,也来拿一下 我们可以实现,使用contentProvider 来实现操作数据库 完成真删查改等操作 并且呢,后续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在contentProvider 如果针对数据发生变化 比如咱们发生的是一个插入的操作 咱们就通知观察者数据发生变化 当然这个案例呢,我们在下几课当中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本节课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实现 使用我们contentProvider来针对数据库进行一些操作 好,其实在这里面呢,它就替代了我们之前写过的一些工具类 我们使用的是myopenhyper 其个名字,我们叫做hyper 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打开器类 OK,在oncreate的方法当中呢 我们就对这个hyper进行一下初始化操作 上下文对下呢,我们就直接使用get contest 因为在我们Provider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get contest进行获取 好,返回值呢,我们改为处 针对我们数据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把query方法呢,先给大家来代入 第一个,我们要根据这个hyper 调用它的get readable database 来获取一个circlelite database配下 我们叫做db 有了这个db之后呢,我们就调用db.query 从我们当前哪个表当中进行操作呢 我们把message扔进去 同样,它所操作的一些数据呢,我们直接给定 传过来的有projection 我们就把projection给定 同样我们给定selection 以及我们的selection.ax 分组查询呢,我们给定为空 海文字句也给定为空 order by呢,我们就给定咱们传入的sort order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就是我们的caster游标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caster进行返回即可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查询的公共类操作 那么有了查询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写一下咱们这个插入语句 这个插入呢 我们使用的是在前台页面当中 当我们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它就执行我们那个操入的操作 所以我们在provider当中把这个插入也来拿一下 首先,它已经有了我们的一个UI 这个UI呢,它表示什么呢 它就表示我们之前原始数据的一个UI 我们在这里面首先先获取数据对象 同样我们调用hyper 调用get readable database 拿到db对象 然后呢,我们调用插入的方法 我们使用db 同样调用它的一个insert方法 好,插入的一张表呢 我们可以直接给定 咱们就是message这张表 那么同样第二个 我们使用空值 第三个呢,我们是一个values 而这个values呢 我们参数当中已经传入了 什么时候在调用我们insert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values直接给定 所以我们就直接传入 那么这个insert的方法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是一个long类型的一个id值 这个id就是我们新插入的行id 我们把它叫做raw id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insert方法当中 来看一下 返回值 也就是说我们返回插入的最新的内行id值 有了这个id值呢 我们到后续观察着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也是用我们这个id来进行操作的 我们来到音频当中 我们案例在首先一启动的时候就查询 所以我们要从数据顾当中进行查询 刚开始没有数据呢 我们就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下初始化 我们要对list view进行适配显示 所以这里里面呢 我们还得需要一个适配器 my adapter extends base adapter 实现里面的四个方法 那我们把这个数据员呢 提取出来都是一条一条的message信息 那我们把它封装成一个list即可 里面放着我们的message这段 当然这个message呢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定义一下 你比如我们写一个类 咱们就叫做msg 数据呢很简单 我们给定一个int类型的id值 以及provide一个sg类型的msg 生成它们对应的构造方法 同样一个空餐的 还有他们所对应的get set的方法 好 两个值呢我们都给定 咱们传入的就是msg 我们把这个list的集合呢 直接来new一下 那么有了list的集合 我们中间呢 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初始化操作 所以呢 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对这个数据员呢 进行一下初始化 而进行数据员的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是查询数据库来获取内容 所以在这里面 给大家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就是查询数据库 获取内容 来填充我们的list集合 我们叫做initdatas 好 我们把这个方法呢 来创建一下 这个方法的使用呢 我们还要借助 跟contentprovider 结合使用的一个对象 叫做contentreserver 所以在上面呢 我们也把这个contentreserver 来进行一下初始化 而它的初始化呢 还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调用contest对象 来拿到它的一个reserver 然后内部呢 我们就好写了 直接调用reserver对象 执行它的一个query方法 好 我们的数据呢 该使用的是谁 使用的是我们UI对象 而这个UI 该怎么去操作呢 这就做到了我们之前 在写这个provider的时候 这个provider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注册 而注册过程当中 我们要在manifest当中进行注册 拿进来一个provider all the retires呢 是授权信息 我们把这个授权信息呢 给它定义成 come.med.store.provider 好 我们只需要保证它的一个唯一性 而name值呢 我们选定 就是我们当前所在的这个类 我们叫做 come.med.store.messageprovider 好 我们把它进行一下补权 provider一指定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UI呢 其实是跟这个all the retires有关系 我们把它来复制一下 在我们当前页面当中 这个UI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定成 provider 死均类型的 UI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content 冒号双写杠 前面的唯一标志前准呢 不变 我们把all the retires呢 给定 并且呢 我们后边 可以给定咱们需要查询的 数据库对象 比如我们查询的是message query第一个UI类型 我们直接调用uri.pass 将我们上面封装好的 UI呢 进行插入 这样的话 它就会寻找我们 这个UI 所对应的provider对象 那么正好指向就是我们 message啊 provider 然后执行 里面的query方法 所以内容呢 就跟咱们后续比较相似了 比如我们需要拿到里面的 全部内容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把里面的 selection selectionax 以及我们short order呢 都给定 short order呢 我们根据-id做到降续 dic 好 我们给定它的一个返回值 就是我们的一个caster游标 然后有了这个caster游标之后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当这个caster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进行便利 取出我们caster里面的所有数据 caster.moto.nest caster 让它的一个guides军位型 我们先取出msg 从caster当中 让它的clome index 把msg扔入 返回值呢 我们给定一个死局类型的msg 而我们显示的内容呢 就可以直接扔到我们的list集合当中 所以我们的list集合呢 大家可以现在在里面发现 我们可以不去封装里面的一些数据 我们直接扔进自不穿的内容 这样的话 也便于我们在案例当中 直接展示出来我们msg ok 那我就直接添加进我们的list集合 list.add 扔入我们的msg对象 数据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caster caster 调用它的一个close方法 进行关闭几个 那这样的话 一做完 我们的数据员就已经有方法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补全我们适配器里面的一些操作 适配器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适配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来给大家声明出来适配器 适配器的出使化 然后我们把当前的适配器 出使化完了之后 直接调用listview.stat adapter 扔进出了我们的adapter 这样的话项目一启动 我们的数据就能呈现出来 并且呢 我们如果想要去实现增加操作 也是点击按钮去实现的 点击按钮去实现增加操作呢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用到content provider 所以呢 我们在这内部呢 就给大家来实现一下 怎么操作数据 因为我们需要操作的数据呢 都是一个一个的content values对象 进行封装的 所以我们先把content values对象 给大家来拿一下 然后呢 我们调用values.put 往我们数据当中进行存放 比如我们起了一个字段 叫做msg 存放的内容呢 就是从我们idtest当中 调用gettest.toststream方法 来获取到的值 就是我们idtest输入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 调用reserver对象的insert插入即可 而插入的时候呢 我们操作的还是当前这个UI对象 我们调用pass 转化成我们当前数据的UI 这样的话可以找到那个provider 继续呢 把我们这个values呢 给它传入 这样呢 我们就能实现当前数据的一个保存操作 OK observer activity呢 我们配置成 首先进行显示的 好 我们把app呢 来给大家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运行就报错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哪报的一个错误 来到我们lokat当中 然后这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控制帧 控制帧 报到我们当前initdatas54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54行 这一行报错呢 有可能我们传入的reserver对象为空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reserver和查询数据库内容呢 是不是得先对这个reserver对象出售完了之后 才能进行查询 对吧 好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OK 数据页面呢 已经显示了 我们进行操作 我们调用input 插入 同样呢 我们调用test输入 我们再点击进行插入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当中是否有数据 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测方法呢 我们直接退出 然后在我们下次进来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不是在我们内部进行显示即可 好 我们把应用程序退出 咱们再进来 test和input呢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所以我们插入数据库是成功的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怎么使用content provider当成一种工具类的效果来实现 插入数据以及查询数据 那么在最后呢 来给大家出一个练习 掌握我们使用content provider实现对自身数据库的增删查改方法 比如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实现的是一个增加和查询 大家可以尝试的把修改删除来实现一下 那这个知识点呢 留待大家下去的时候有兴趣可以来做一下 那么我们在下集课当中呢会针对这个案例继续进行完善 添加我们的观察者来进行我们每次数据直接显示出来 比如我们添加的时候不是每次进入的时候再进行查看 而是每次我们一点击添加当前的数据就能呈现出来 OK 感谢大家观看安卓存储的实现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MED学院更多精品课程